來 各位同學 你們要說什麼 元宇宙巡迴推廣車正式起航 受戰停靠在台北市名輪高中 配備AR眼鏡、VR頭盔及iPad等新影設備 引導學生了解元宇宙 提供沉浸式體驗 8月開放各校申請 讓師生兼能及時掌握 新興科技發展趨勢及先進技術 培養未來元世代優質跨越數位人才 台北市從111年1月發佈了元宇宙教育計畫 總體計畫從三個面向、三個主軸 七大策略來實施 分別是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 跟環境智慧的一個優化 首先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我們已經辦完了我們236校 所有的校長和主任的科技領導研習 我們也培育了總共544位元宇宙的教師 我們也補助了有23校 申請我們元宇宙的教育專業學域設前之外 接下來也會即將開展高中到國小 15個單元的元宇宙教材 其次我們也進行了教師的VR教材的徵選 有鑑於過往的一些VR教材 比較沒有辦法貼近老師的教學使用 我們徵選出了高中、國中、國小三套 我們會進行公司協力來開發 讓全市的學校都可以來使用 另外在學生學習方面 今年一共有26所學校 已經申請到元宇宙教育融入課程 他們會在111學年度融入各領域課程 將會有每校大概會有6到18堂的課程 分為基礎的跟進階的 另外在人工智慧方面 今年我們在AI教育方面跟鴻海合作 我們推出了國中的AI模組化課程之外 我們高中的AI專班 在北市科學校也從原本的一校中正高中 另外增加到三校 這個百零高中跟我們的這個陽明高中 形成一個AI高中的一個三角 另外我們在今年的8月也即將產出我們的這個 量子電腦的教材 高中量子電腦科技的教材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的資訊素養與倫理 剛才有提過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是第四版 即將在做第五版 我們會把元宇宙 NFT 還有區塊鏈等等新興議題融入其中 另外在學生學習方面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這個競賽的部分 我們資通信大賽 從以往的這個基督型機器人 我們在今年就延伸到了四組 基督型 人型 無人機 還有我們的這個機關達人的比賽 我們這次也讓這個資訊科技 跟人文做一個很完美的跨域 我們扮演這個AR的創作競賽 各位嘉賓等一下可以到 我們明倫高中一郎 去欣賞我們學生的這個藝術創作 會動的這個藝術創作 那我們也推出了 全國第一台的元宇宙巡迴車 將在111學年度到150所學校 來去做一個巡迴 最後是因為我們環境優化的部分 我們隨著5G網路的發展 我們會幫助學校來建構一個 VR的一個教育環境之外 我們也會幫助各校 建置360度環境的一個 學校的一個介紹 最後我們希望 教育 啟航元宇宙 讓科技世代更保有 讓台北市成為我們未來人才 要來 另外教育局結合資訊科技 與藝術創作 辦理元宇宙文化藝術創作競賽 參賽學生運用AR技術 讓自己的藝術作品動起來 藝術展也將展出56幅作品 是一個大家都可以簡易上手的東西 當然也有其他高手畫的 這個是博愛國小 同彩以小朋友畫的 石牌國中的團隊 提天大勝斬藏才 這是我們的AR作品 校園職務高通會 台北市長 柯文哲 及教育局長 曾燦金 也進行元宇宙XR 藝術展開幕活動及體驗 見證元宇宙教育總體計畫 透過課程競賽 及宣導活動 接近元宇宙 市長也為台北市 自動訓應用大賽 元宇宙文化藝術創作競賽 及VR教材甄選競賽頒獎 台北市的教育能夠 活蹈活蹈 其實非常謝謝 我們的家長會 的教育局 能夠活動的支持 各個地方 感謝大家 那這疫情已經兩年半了 改變了整個 我們台灣的社會 生活了很多 知道我們台北市 在公室自衛教育 相當早 可是在前幾年 包括副科育的推廠 都相當廣泛 因為人要改變行為 不容易 所以直到 在2020年 疫情一爆發 剛好我們的地理建設 做得差不多 所以就 看它危機又是轉急 因為人在 沒有遇到壓力 它非常改變 就行了 所以現在他以前 顧客有時候拍了很多影片 也放在網路上面 可是點音也很低 一直到2020年 疫情一爆發 要停客 不得使用 所以就快速等了 那也看到我們的 問題建設 也差不多完成 所以 在這兩三年當中 在國際兩年當中 我們台北市的 智慧教育要 非常快速的成長 我大概看了一下 其實我們 教育局 還是 這幾年在國際上 得獎 主要集中在 製造 隔壁最後 我們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讓這個 廣陸世界 變得更 更普遍 原宇宙 事實上就是一個 透過 各個資金產業 建立一個虛擬環境 當然是這樣 到底這個 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坦白講 剛剛有一句話 叫 只有你的想像會限制住你 所以 因為它技術可能 一直在進步 這個原宇宙 變得怎麼樣 我不曉得 不過有點到是確定 就是說 線上線下的整合 包括教學 還有虛實的整合 虛擬世界 跟真實世界的整合 大概 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麼 我們臺北市在109年 都開始在 國中小開始 購置VR的 頭帶的這種 顯示器 它設了一個 3D軍機中心 還有7個 梅隔身分 我們就希望 把這種智慧教育 帶進學校 那 那 也因為我們應急的推廣 你知道 特別在經過這個 2年的疫情 因為整個智慧教育 快速發展 所以教育局 應用這個 應用這個情勢 你知道 要開始推動元宇宙 那麼 不管是教育局 再推動元宇宙 還是分個三話 一個是專業成長 學生學習 跟環境流化 其實 教育的本體 還是老師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有效的 現實我們的老師 能夠接受這種新的姿勢 再來就是 學生 要怎麼變成課程 讓你學生學習 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環境 合併機 還要進行 那麼目前我們 我常說 如果用上課的方式 讓學生去學習 比如說 那變成一個工作 如果你把它變成比賽 你知道 你都不要想 它就可以工作到半夜兩三點 所以我們現在有那個 台北市自動性應用卡賽 園女座文化衛生工作大 定賽 我們常常是用競賽的方式 鼓勵學生自己 自己去努力 那麼 原宇宙相關的知識 包括運算、思維、程式設計 STEP AI 量子電腦等等 你知道嗎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 感謝很多的 老師 跟學生 應用這些科學知識 來實踐我們的指揮 那麼 轉到未來 你知道 剛才有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展示 我們那個 原宇宙巡迴廣測 因為我不太可能在每個學校 都放原宇宙設備 所以先放到一個 巡軟車照片 那就可以到各個學校去 那如果每個學校都有種子教育 再用那個原宇宙設備 就可以在那個學校 進行原宇宙的教育 那我們就是說 今天只是跨出第一步 那在未來 當然這樣 且戰且走 永遠的 保持一種 積極 向上的精神 你知道嗎 去推廣 這個世界上 當然這樣 明天要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不知道 只是說當問題出現的時候 我們又有能力 又有勇氣去解決它 這就是我們推廣這種 智慧教育真正的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北市智慧教育快速發展 元宇宙概念出現後 北市更積極推廣軟一體建設 並以競賽方式 取代日常課業工作 鼓勵各校師生共同合作 取得獲獎榮耀 同時也肯定合作企業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